现在他们这些堕胎抗议者在网上也发起了挑战 他们不光要在街上在法官家门口抗议 他们还要呼吁更多的人带着游行队伍冲进教会里面 去停止他们的主日聚会 把支持堕胎的抗议游行带到教堂里 在推特上发布的这个视频上面写了一段话说 无论你是支持堕胎的天主教徒 或者你曾经是天主教徒 或者你有其他的信仰 没有信仰你都要认识到 最高法院里面有六个极端的天主教徒 试图推翻女性的堕胎权 是 有支持堕胎的天主教徒 除了拜登和佩洛西这种自称天主教徒的人 真正支持堕胎的天主教徒存在吗 存在 支持堕胎的基督徒存在吗 也存在 有观众给我们留言说 你们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吗 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其实在我看来 堕胎能够在美国的社会产生这么巨大的反响和波澜 正是证明了这里还有一群人是在遵守神的话语 把神赐予的生命看为宝贵 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台湾我不了解我就不说了 我说中国好了 哪有人去关心堕胎的事情呢 堕胎早都是全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谁会因为堕胎在中国掀起一个社会运动呢 不会的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 你在电视上随处可见的美其名曰的女子医院 就是一个杀人的场所 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享受高档的服务 就跟月子中心一样 真的是每个人心中的女性医疗保健权利了 但是在美国正是因为我们有圣经的教导 所以现在会有大批的人站出来坚定的反对堕胎 因为认识圣经真理的基督徒绝对不会承认 这是一项医疗保健的权利 这是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 那么真正让女性寻求堕胎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USA Today提供的数据显示 排名第一的原因有74%的人说 如果小孩生下来的话就会改变她的人生 所以她不愿意 所以她需要堕胎 那么排名第二有73%的人说 我现在没有钱养不起小孩 排名第三有48%的人说 我不想当一个单亲的母亲 或者是我现在在面临一些情感方面的麻烦 那排名第四的有38%的人说 我都已经有孩子了 该生的都生完了 不想再要了 以上都是女性寻求堕胎的主要原因 还有两个原因占比非常小 有1%的堕胎是因为强奸导致的 还有不足0.5%的堕胎是由于乱伦导致的 从这个数据你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女性选择堕胎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像那些支持堕胎的人说的一样 因为被强奸或者是乱伦 那么她们为什么要一直拿强奸说事呢 如果这个数据是这么低的话 因为她们不愿意承认 怀孕了是因为她们没有洁身自好 她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想承担起该负的责任 所以她们既想要继续放荡 又想要找一个符合普遍道德观的理由来做演示 所以就拉出了那个1%的数据来作为正当的借口 如果要说到那1% 不管是强奸也好乱伦也好 解决的方式也不应该是杀人 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能解决任何的事情吗 能解决任何的社会矛盾吗 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安全 不再出现性侵的案件 我们要做的绝对不是去杀人 不是去堕胎 而是要维护我们社会治安 让我们的社区变得安全 左派就不要再搞什么削减警察经费的运动了 也不要让你们的副总统继续保释那些重罪犯出监狱 民主党一边大开监狱门 把各种有性犯罪史的罪犯放出监狱 放到我们的社区当中 另一面又通过削减警察的拨款 再利用强制疫苗的手段 大量的逼迫执法人员辞职 我们的社区中拥有了更多的罪犯 更少的警察 这个时候又一面喊着被强奸要堕胎 这一切不矛盾吗 左派嘴里喊着是为了女性要得到更多的权利 实质上他们是在剥夺女性的权利 他们在诋毁女性的形象 让一群男人跑到女性的更衣室里面 和女人一起换衣服洗澡 他们把排名400多名的男运动员 放到女性游泳比赛的竞技场上 让他们得第一 他们吹捧变性变装 一群浑身长毛五大三粗的男人 穿起女人的裙子 画上女人的装然后说她自己是女人 他们释放性犯罪者出监狱来强暴妇女 同时又告诉女人 你杀死你自己的小孩是你应该拥有的权利 我们不是那个样子的 女人不是那个样子的 杀人也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权利 我们需要的是承担起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如果你不小心意外怀孕了 你真的不想要这个小孩 有很多领养机构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就在那里 有很多没有办法生育的父母就等在那里 甚至还有很多有爱心的爸爸妈妈 想要领养残疾儿童 这些人都已经排在等待的名单上了 你不想要的垃圾就是别人心中的宝贝 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真的要女性得到保护 我们就要勇敢的承认这是生命 我们就要清醒的意识到 是什么造成了犯罪率的升高 而且我们要一起来抵挡 刚才的影片中 这些堕胎的极端人士已经向教会宣战了 因为很明显 教会就是在阻挡更多杀人流血事情发生的主力军 在这种时候不要害怕 基督徒需要站起来 需要走出去传播真理 并且要坚守底线 在今天的教会中 有多少人觉得堕胎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呢 有多少我们的年轻人是觉得LGBTQ是没有关系的 有多少人认为堕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正常的医疗选择 但是作为基督徒 作为教会 我们不能这样认为 很多人不敢讲 因为觉得在教会中讨论这样的问题是会造成分裂的 但是实质上造成分裂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因为我们讨论了这些话题 而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和神不符的思想观念 没有办法杀死老我的思想意念 没有办法用神的价值观代替我救灶的价值观 这就造成了没有办法在神的真理当中合一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教导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不要害怕去触碰这些敏感的议题 想要做光做言 首先就是要让我们自己与神的价值观对齐 这是必经之路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而且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准备实战 把神教导我们的价值观运用在社会中间 我们要让这些被蒙蔽的支持堕胎的人知道 我们是在捍卫女性的权利 并不是在剥夺女性的权利 我们是在保卫生命 不是在屠杀生命 这正是我们对他们传福音的最好的机会 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的一个好机会 不要害怕 预备自己精心祷告 来打赢这一场鼠灵的征战 我们一起来加油